梁大华与天王世纪同台。刘德华,周杰伦联手Hi翻红看。 乐团天王周杰伦的演唱会不仅内容精彩,特别来宾与他互动的火花更美美令人惊喜,成为演艺圈的延烧跨题。 25日晚间周杰伦地表最强2香港演唱会的最终场邀请到巨星刘德华担任特别来宾,两人一联合唱了《浪子新生与忘情水》等歌曲,两位男神等级的天王首度同台演出,让演唱会惊喜度破表。 粉丝亦想不到两人能在宏馆同台,对于眼前这一刻知乎不可思议。 而两大巨星精彩的演出也为周杰伦地表,最强2香港时常演唱会画下完美的句点。 升级版的地表最强2在许多内容的调整下,舞台场景更华丽,视频更真实。 道具场面更前卫。 演唱会吻声更让粉丝不忍离去,安可声不绝于耳。 就在第二次安可声声催促下,周杰伦为香港唱歌迷演唱了乐语歌曲《浪子新生》,令香港粉丝倍感亲切。 而更大的惊喜紧接在后,就在这首歌的尖奏,天王巨星刘德华自舞台缓缓升起与周杰伦引航高歌,引爆歌迷尖叫声不断,全场沸腾。 接下来两人合唱望清水,全场粉丝跟住大合唱,证明华在经典曲目的魅力果然不同反响。 周杰伦说,哎呀,好感动的感觉。 你们都很感动对不对? 立即获得全场粉丝热情呼应,刘德华与周杰伦两大天王同台的此刻此景嗨,爆红看体育馆。 两人在演艺圈似乎给人交集不多的印象,事实上刘德华的专辑曾经收录周杰伦与方文山创作的歌曲《一捆相愁》, 在2014年一次为见动人募款的冰桶挑战,刘德华就点名亚洲天王周杰伦接棒挑战。 而此次能够邀请到刘德华担任演唱会的特别嘉宾让周杰伦感到非常荣幸。 刘德华有七年的时间为在香港开场,这也是刘德华在去年年初坠骂受伤后首度战场表演舞台, 如此的情意相挺令周杰伦感动不已。 两人一见面就热情拥抱,周杰伦直谱,终于请到你了。 老实说我盼这天盼很久了。 刘德华说,刚我在后台从头看到喂,很希望有天能像你这样弹钢琴。 杰伦说,不要不要,是我像你一样,像你的十分之一就好了。 华仔最后好奇问,学我什么? 杰伦说,随便立马摆起华仔招牌帅气pose,华仔也摆起帅气pose,笑说,这是必须的。 让粉丝乐翻。 两位实力派全能一人在台上的开心互动让歌迷大呼过瘾。 周杰伦聊到自己未出道时在献歌餐厅大公弹钢琴, 看到刘德华来赶紧唱他像写给刘德华的歌, 还请献歌赶快请刘德华听一下。 不过唱完之后刘德华还是在吃面, 听完这段往事,华仔赶紧说,你知道我吃面在想什么? 我就想说这首歌真的太适合我。 不过我的producer说这个不红,我们找红的人写歌。 不过后来周杰伦出道后又写了另外一首歌给刘德华唱, 华仔笑说那是你红了吗? 以前找写歌都是这样的,一番话解开当年的疑惑。 难得同台演出,周杰伦还在刘德华面前以扑克台变魔术, 变魔术的过程中直哭紧张,笑说,好紧张哦。 第一次变魔术这么紧张,好奇怪。 刘德华也笑说,我也替你紧张。 不过紧张归紧张,周杰伦还是在刘德华面前成功露一首漂亮魔术。 周杰伦不断挑战自我,25日晚间成功完成地表最强2香港十场演唱会, 一口气连唱十场的他,打破自己在香港开唱的记录。 而地表最强世界巡回演唱会目前已进行了78场, 下月将远赴澳洲,继续缔造地表最强的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